我们这是因为你今天24岁了 所以我们准备24个问题 然后给你来回答 24岁的第一天的0.0分在做什么 彩排 就是24岁的记忆里面 就小时候你印象中 记忆中的画面最早的一个是什么 最早的一个 应该是初中叛逆的时候 当时反正发生了一个意外吧 对反正每次想都会想到那个时候 因为也没有那次意外 就没有现在的我 就是改变了我的心灵吧 对就是成熟了变成熟了 不像以前那么就是幼稚不懂事 然后你觉得这24年里面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年 还是什么一年 最重要的一年啊 那应该是进大厂那一年了 进大厂那就是去年 对那就是去年了 我觉得因为承载了太多记忆了 就是大厂离了点点滴滴啊 然后最后还也出道了 以后也改变了不少 对反正一直在进步吧自己 24年里边 你就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三个人 我爸妈 对 我爸妈还有一个我的经纪人嘛 经纪人 对对 因为我经纪人如果说说句实话 没有就是没有我经纪人 就也没有我嘛 因为当时我是并不是很想签公司的 但是因为就是他说他看好我 然后就是我三番五次的拒绝 他三番五次的找我 就是一直我觉得 因为在这之前我被公司骗过 所以我特别抗拒签公司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被他的就是诚意就打动了 然后切了 所以后来也相处不错 24年里边每天都深处做了一件事 睡觉 就没有一天24年没睡觉的情况 有哎 就是偷偷跑出去上网 小时候 然后24年来自己最适奉的一句作用 作用名吗 还是觉得就是什么事情 只要就是你只要花最大的努力去做 你一定能做好 也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那你觉得这24年来最大的剧 最大的成就 最大的成就啊 我也没啥成就啊 但是 出道不算是最大的 我觉得出道不算 就他只是一个身份的变换 他不是一个 在我这不算是一个成就 所以那之后呢 我也想你拿什么剧场子 就是什么 比如说 给我发的你那个什么 新人实力唱跳奖 对对对对对 24年里面 你也曾做过最糗的一件事 很糗 什么算糗 就是拿出来讲 就不想去 不想回想 那个拍过那个什么 对我说了他们又要去看 拍过那个清苹果乐园 对那个模仿 模仿就是当时的小虎队 真的那个真的是 辣眼睛 辣眼睛真的是 我估计我说完 他们又要翻出来了 下一个年怎么可能差不多 就是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时期 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时期 我觉得应该是 大学 就是有两个时期吧 大学高二那段时间 大学大二那段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在 上海就是漂泊的那段时间吧 对就是比较觉得是自己的人生的低谷吧 虽然说我现在说的好像是听得挺夸张的吗 这么小就人生低谷 但是真的对我的心境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那些对我来说这些时期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重 你觉得24年来最激动的一个瞬间是什么 最激动的一个瞬间 就是我记得就是导师合作舞台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就是选择去哪个老导师合作 然后但是你首先你要发短信给导师的时候就是导师愿意让你去他的舞台是对你的一个认可 然后当时我特别想要去highline 然后当时也是小巴老师 我觉得他是认可我的 所以当时觉得很激动 觉得自己是被认可的 非常激动 那最感动的地方 最感动啊 最感动其实还是看到 粉丝就是风雨无阻 给你应援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挺傻的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他们不用这样子 我也会很开心 所以真的觉得他们 就可以不要那么拼 所以R4年来有 特别喜欢那部电影吗 天呐又是老套路 一蹦就是消声课的就说 每次蹦出来都说 但是那个好像跟你和新军 有点像 也是低谷 对然后就是 拼了命的就是要闯出去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就是不相信他的命运低头 对 所以呢有没有特别崇拜的艺人 可以是识别的人 或者是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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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的艺人 特别崇拜啊 是不是人生呢 小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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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 因为我是想成为一个 新人实力唱跳选手嘛 所以他 他跳舞的那个感觉我很喜欢 还有他的就是 身体的balance 都很喜欢 看到跳舞很享受 就想成为他那样的 他有没有可以喜欢的虚拟人 海贼王的索隆 海贼王的索隆 我超级喜欢 就是帅 就是帅 然后就是很可靠 很稳 就是你什么样的敌人 就是你只要交给他 他一定就是能拿下 就是非常的可靠 除了他迷路 就路痴 就其他的都你交给他没有问题 就很舒服 就我不是路痴 但是我也很可靠 好 那24年 之前的24年 有没有哪一个 非常比较慎的生日 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一定会是今天 那今年24年是等于年吗 然后 对 然后你还记得12岁 太遥远了 因为我是一个 不怎么过生日的人 我是那种 到了我的生日 我就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也不会跟朋友说 今天我生日你要干嘛干嘛 来来我家晚安什么 我不会 我就是可能自己 就是在家 就随便便便就过了 没什么 就是 没有觉得生日一定要 搞得轰轰烈烈的 就觉得 每天过得开心更重要 然后 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24 就今天有发毛钱吗 没有 也没有发毛钱 对 我想 因为一直在准备 一直在准备 所以想 全部结束以后 我再好好地 发一条 对 感谢大家 感谢 这些日子 所以那24年 就是今年过后 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 是什么 干嘛 你能说到这个 自己实现的目标吗 最想实现的目标 对 还是那个 还是成为 对对对对 没错 然后那之后 有没有特别想坚持的一件事 坚持的一件事啊 嗯 想把唱跳也就坚持下去 嗯 这是真的 到这个24岁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 身上肩负着更多的字 嗯 就是24这个数字吧 就是说大不大 就是说小不小了 就是 确实就是 慢慢地觉得自己就是 压力会也会越来越大 但是 我相信自己会去 克服这些压力 克服那些困难 说白了就是 不想让 喜欢自己的人失望 所以每件事情 都会拼尽全力去做 所以呢 现在是24年 24年 就是再过来 再过24年 48岁的时候 有想到 希望自己 到时候 我 我还蛮喜欢就是 就是 起码就是 不愁吃 不愁穿 不愁住 然后就是 过着安详的日子 那种生活 就不想要那种 太忙 太感 喜欢就是很悠闲 那种 可能我心态 就 比较 偏老 老年人 我觉得自己的东西 留在年轻的时候做 那个时候就好好享受 就好好享受 就好好享受 对 不就年轻的时候多拼吗 所以 24年过去 自己对 对想 对身边的人 且心且真心 对 对自己 对自己啊 我觉得 我不太想跟自己说话 对 因为 该做的我心里都清楚 对 我不需要去说 那有没有想对粉丝说的 想对粉丝说的 哎呀 我每天采访都 我高铁回来吗 然后就是他们知道了以后 就有过来接 就是接我高铁 完了以后就是有碰到就是 就是很有素质的人 就是看到这么多人 其实当时我们的道路 就特别的宽敞 没有阻碍到谁的道路 但是那个人可能就是 他戴着口罩 他一个挺壮的 一男的就是 可能看不顺眼吧 就 就往这边就直接一撞 直接把就是 粉丝都撞倒了 当时我特别特别生气 我觉得 就是 我很心疼他们 我觉得他们 大老远能够来看我 然后 就是遇到这种事情 身边没有人可以帮他们 但是当时 他们是为我而来的 我当时我的那个状况 我的这个身份下 我不能去替他们说话 不能去帮他们 就是我真的还蛮自责的 所以 真的很想说一声对不起 对 所以 就是 希望他们就是 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